小野小鮮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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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文甲夜市 正好是晚上 然後就都是人 然後各種店舖 各種的小攤販 很五花八爛 我覺得很熱鬧 然后每个人都蛮热情的 都很亲切 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 风峡商圈它最重要的特色是山羽 第一个是文创商业 来风峡逛你就必须要实意住去你就要住 第二个游客就买些药物 面膜带回去送给别人 第三个就是它表情吃道地的创业小食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饮品 因为台湾是首好饮的发炎地 台中又是珍珠奶茶的发炎地 那我们风峡又是全台湾里面有属一属过的夜市 这就是我觉得风峡的特色在这里 从小就生长在台中的王朝义 对台中有着依恋的情感 更重视风峡商圈的规划 在担任理事长数十年的时光里 也见证风峡商圈的新生 为了延续商圈的繁荣 一手创立文清风首摇影的品牌 与消费者来一场茶文化与甲骨文的邂逅 我刚好又在学甲骨文 那我的甲骨文基本上 我觉得它是一个文化的底蕴 而且它现在是最古老的文字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甲骨文的甲 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会取名叫甲文清 希望由一群冯甲的文清 找到适合冯甲最夯的饮品 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个品牌 带到全世界去 所以我们希望从台湾冯甲出发 可以行销到全世界 文清不分国界 品牌在台湾陆续拓展五家分点 更期望这股文清风能席卷海外地区 像是中国大陆 东南亚 日本 喝一杯充满青色与沉稳的半熟柠檬青 自然流露最地道的手摇影 因为在茶饮品牌甲文清装潢设计的部分 都跟其他茶饮饮料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这点上希望 就是说可以利用我们的独特性跟差异性 然后在饮料界品牌里面做出不一样的变化 其实李市长是真的蛮辛苦的 在经营冯甲商圈这一块 那当然他也跟学校合作 跟周边的店家合作这样子 他真的是蛮用心的 很高兴各位来冯甲商圈 为冯甲商圈 依助这么多的创意 跟这么多的想法 我是冯甲大学的学生 冯甲大学生 我们也是有个义务跟社会责任说 要让冯甲夜市跟大学有更合作 更密切的关系 然后平常不会看到的一些细节 会从不同的角度和眼光来看到 就是从他们天津大学 跟香港大学的角度来看 对于事情的研究方式 然后会带给我一些更新的一个观点 来看冯甲的事情跟冯甲大学 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做整个的 research 然后设计的过程当中 也发现了它存在了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proposal 可以让它变得更活跃 就是刚开始去做在地的调查 然后去夜市里面去采访别人 然后问他们一些使用的心得想法之类的 然后也做一些客观的分析观察这样子 然后理事长他好像也是想把这个甲文 做到世界各地 所以他要能做到那一集 我们也蛮欢迎的 国际化的东西比较没有像 台湾这种文青感的风格 那我们也希望说就是用文青感的风格 把它带到国际化 让国外的朋友们也可以知道说 文青感是什么样的感觉 希望就是可以拓展到东南亚、大陆 或者是欧美国家 都是我们未来的蓝图这样子